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时分 whether you want your demo 是 是的 做什么的角色 做什么的剧目 当时是在 我唱的角色是夜后 Queen of the Night 是莫扎特的 歌剧摩迪 The Magic Flute 当时Casting的时候 是不是都很多人 然后选择了你 是呀 很多 他是在全加拿大的每一个大学 里面都去做audition 然后我去的时候 当时是有二十多个人 一起audition 就是在Vancouver 然后也没想 什么都没想就直接去了 一共做了多少场 当时那场做了两场 那一次 那做完摩迪之后 是不是就开展了你的歌剧的事业 什么时候做摩特尔 又什么时候去拍电影呢 是在 做摩特尔的时候 是因为之后做了一个interview 然后呢 做了一个是Magazine的interview 做了一下Cover Page 后来 做完Cover Page就有人 不知道从哪里冒船 就在那里 让我做了一下Model 对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那做完Model 就跟着有电影画 电影其实上是在大学 大三的时候 就参加了一下 神奇四侠的拍摄 神奇四侠Fantastic 4 他的第二部The Silver Surfer 然后就拍了一点点 然后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 第二次接触到电影 然后就慢慢开始 就接触到 多一点新的一些 audition 那到现在究竟大大小小 拍过多少部片 哇大大小小 大概十多部 哇 但是不是很长的时间 已经很密 这样拍得 不是啊 成绩很好啊 不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第一部 是我爹地的那个 我就是 是爸爸的 是记录片 是当时记录 中国和越南中越铁路建成100周年 是日本电视台NHK 在昆明在云南拍摄 当时我爸爸是 他邀请的这个嘉宾去 作为一个原本的这个 就是原型去 去介绍一下这个中叶铁路 然后我就作为女儿 我本来就是女儿嘛 就跟着一起去 参加你一下 哦 就是邀请你爸爸去讲 是 那你就跟上去 哦 是 我们讲一下歌剧先 好啊 由多少岁开始 因为其实歌剧 不是个个人喜欢的 Natalie 是啊 那你其实 你这么年轻 由多少岁开始 我喜欢看歌剧 想做一个歌剧的演员 那个要想回去是在我初中的时候 我在初中念英国的时候 念英国那个私立教会学校 当时老师就有一次带我们去London 去看那一场音乐剧叫Cats 然后我当时就fascinated Oh my god 就觉得怎么会人能够表演的那么像动物 就在地上爬 然后而且呢就他猫叫的声音 然后他的就是猫舔手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那个动作就真的真的很像 所以当时就听他的音乐也很非常舒服 非常动听 而且让人觉得就又优美 但是呢又很接近真正的大自然的这个 真的猫的这个动作 所以就觉得这一个行业真的很就很向往去演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我在回到加拿大的时候 当时就考因为UBC只有歌剧 他没有音乐剧 而且我妈妈也说那个 你一旦学习了这个歌剧的这种唱法的话 你什么都可以唱 所以我就说那好吧 我就是学了就是学了歌剧 但是之前其实我又想象到 因为Cats那套实在太好看了 看了他自然就想自己都想我试一下 对啊对啊 但是在报了名读歌剧演出之前 其实是不是一直都喜欢唱歌的 对对已经喜欢的 但是唱流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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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因缘祭会就是这样去读 是 其实我经常都想知道 你第一年其实是读双科的 是啊 真的 那后来真的很聚心 所以要转系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都是因为 因为我小的时候四岁就开始弹钢琴 所以就一直弹下来 然后妈妈就觉得我念第一年上科的时候 妈妈就说你还是应该把音乐继续 continue下去 不应该放弃 no matter what so I just try to audition 因为在音乐音乐学院里面很多人都在学钢琴 然后基本上就即使毕业出来的 你拿钢琴作为soloist 在世界上演出也是非常比较少的 然后也是而且很难 the competition is hugely high so 当时就觉得我也喜欢唱歌 那就说试一下咯 就audition 然后还没想到真的不搞定 so 就两个一起学了 最后就上歌和声乐 主修就是歌剧 副修就是三科 真是一个好的搭配 我很想知道 简单说一下 其实在UBC那样读歌剧的专业 科程是怎样的 是有主修还有副修 主修的时候呢 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 你是general study 你要学所有的history theory 历史 乐理 还有所有就是general study 还有你的secondary 对 就是关于音乐方面所有的东西 然后还要有一个secondary instrument 你可以选择是任何的instrument 你选择什么 piano obviously 但是到第大三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你的major 你是voice 主修voice还是主修opera 它的区别在于你的voice的话 就是for concert 你毕业之后出来主要就是唱 唱许多的这些像art songs 像美声的 对美声的一些 美声音乐会 但是呢就是一些艺术歌曲 像German Leader 这样就是比较内心比较抒发感情比较多一点的一些艺术作品 只不像歌剧呢是有剧情而且是大起大落的这个声音上的区别这样 就是分两个牌 一个就是主要是唱的 对 另外就是歌剧做的 又演又唱的 那你就是做歌剧 小说也喜欢一点点表演嘛 所以就觉得表演就 歌剧有很多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 他除了唱歌以外 他还有整部这个歌剧呢 他的历史 他的背景 还有他当时作者在写的时候的这个环境 还有当时社会环境影响到 他为什么会这样写 然后他的除了他的音乐本身的genre 那个曲风风格以外 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所以就 而且最主要就是表演嘛 那些学习的时候呢 有多少时间是用在学习 学校训练的时候 多少是在声乐 多少是在表演上的 那个分配是怎样的 分配呢 上声乐的时候就是四年都是 就是从头到尾你都要上声乐 都要学声乐 但是一旦你的声乐已经达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 才能够来学这个歌剧 因为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一部分的attention 来转到你的表演上去 因为才可以smoothly come out 在UBC读书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最挑战性是什么呢 学歌剧最挑战的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是在你生病之后 你怎么样找回你原来的声音 基本上是比较很困难 因为我有一次试过感冒 感冒完了以后呢 就因为当时还需要继续 继续要有考试嘛 所以要有演出 所以就继续坚持 所以就继续坚持 那一段时间 唱歌就需要很大的力量 很多的 It's like exercise everyday 然后我们老师就说 我们是Olympic champion 所以很大的这个肌肉的力量 当时呢 没有好好休息 所以生病花了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才真正 一个感冒才真正好 但是直到我感冒好完了以后 我再回去再找一开始的声音 就永远都找不到了 它的那个记忆 Muscle memory 就已经改变 已经变成另外一种感觉 然后有的时候你就 就一直会在云里云里的 就是特别特别能 Natalie 但是那个是一次 你是很大感冒大病之后 是有这样的情况 还是是很多时候感冒 一两个星期之后 都会有困难 找回声音呢 我想知道 如果你好好休息 然后还是可以找回去 但是一定不要在生病的时候 还继续唱 这样会伤到你的嗓子 你的Lyrics 你的这两篇Lyrics 其实上次很薄的 在UBC的时候 教授经常跟我们说 就像我们的这个声音带 就像一张白纸 你每唱一个 就在上面画一个小口子 那你唱 就是你唱的时候 或者假如说你生病的时候 再唱的话 你的口子就会很深很大 当你年纪大的时候 就不会能够 都是一种消耗 对对对对 但是我又听到你说 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病了找不到 你又找了一个新的 你的声音的领域 对对对 我们先来讲一下 第二节 跟Nathy说一下 她家是来自一个传统的家庭 对她在文化上有什么影响 第二节见吧 感谢观看 她是在文化上的 自私的个人 最后人的选择 这一字 这就是 你 从来 最后人的 很多